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察比较灵敏 那个东西就是往往取决于它的感受力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人对直观的东西比较容易感受 虽然它的可感性不一定高 但是感受面却很宽 另一方面专业化的东西 它的感受面比较窄 但是它的感性却很强 这样就出现了几种倾向 一种就是叫做迎合读者的通俗化倾向 往往把艺术通俗化 把学术通俗化 还有一种是反读者的倾向 脱离大众 我们为艺术而艺术 不一定要人家看得懂 我自己看得懂就明白就行了 那么还有第三种 就是寻找与大众交流的那种途径 正确途径 同时又保持作品的存感性 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 一方面你要和大家去交流 让人家接受你 一方面你要保持你作品的存感性 那么有的时候 为了做到这一点 你还得去教育你的听众 比如举办音乐会 做些讲演 先从培训听众入手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不仅仅是不熟悉的问题 还是作品专业化以后感性提高 但范围变窄的缘故 一个作品你把它专业化了 它的感性是提高了 它的感染力是提高了 但是另一方面呢 它的感受面却变得杂了 变得狭窄了 那么从作品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说审美对象当中呢 是凝聚着一种创造力的 如果我们把一种作品 同一个原始的材料进行对比的话 我们就发现作品和材料是很不一样的 作品的含义要远比材料来得丰富 来得完整 因为呢 它对材料进行了创造性的处理 那么做些什么处理呢 这就涉及到艺术品的结构问题 艺术品的结构问题呢 就是进行专业化的处理 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个专业化处理会使得你的作品感性提高 但是感知面被弄窄 那么进行什么处理呢 第一种处理呢 就是材料进行话语处理 如何把可感性变成一种比较明白的精确的表达语言 必须对材料进行整合和组合 那么这种被整理 就是用某种模式把它整理出来 比如说搞音乐的有和声模式 节奏模式 这就是把音乐的可感性 把声音的可感性 变成了艺术语言的一种方法 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高级的信号 它必须通过符号来表达的 而不是通过食物来传递的 你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 你可以用扳手指头的方法来做到 但是9876加上5632呢 你就没有那么多手了 你不能用食物来进行 你就是要用数字 数字就是一种符号 那么那种符号必须是纯净才能传递信息 因此你必须把你的符号弄得很纯净 你必须排除一部分 保留一部分 优化一部分 优选一部分 比如你在声音中要排除噪音 在水墨画中要排除油画的颜料的使用 在美声唱法中要排除通俗歌曲 你经过这样的一种排斥以后 就是你进行了话语处理后 你的材料就变得比较纯净和清晰 不容易产生误解 这样才能承担高级的专业化信息的传播任务 这就是对材料进行话语处理 那么为什么对可以传播的信息 进行高进度的分类和高品位的处理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提高感性 比如说我在唱歌 和你们一个音乐家在唱歌 我的唱歌为什么不是一个作品呢 为什么不能去灌磁弹呢 因为我的东西缺乏感性 那么一个艺术家的唱歌唱 他具有感性 就这个区别 所以我们要对 那个可以传播的信息 进行高进度的分类和高品位的处理 它的目的的第一点 就是增加感性 事情很多呢 艺术作品感人和不感人 唱的歌好听和不好听 就是因为它只有经过科学处理后 才能把材料所能给予的 最丰富的内容表达出来 乐意歌手的声音里面 混杂着杂音 呼吸声 不能把人体声音中的 最美的部分来表达出来 这是第一个目的 就是增加可感性 第二个目的是可以不引起误解 高级话语具有定义的性质 而一般的语言没有这种性质 你比如说十二平均率 词汇的确切含义 那么这样就是 你就排除了很多其他的影 你只用十二个平均率来对待 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格式化的训练呢 你也没法达到一种普世承认的东西 往往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定义 结果做出来的东西呢 没有人看得懂 如果英语不是二十六个字母 英语一百个字母 或者每个人自己编几个字母 那么写出来的文章是没人看得懂的 所以我们说把那个东西呢 那个把它提存呢 也是可以不引起误解 那么我们要对材料进行 另一个处理呢 就是辅于它一种节奏感 那么是通过体材格式和节奏 节奏呢又分那个外节奏和内节奏 节奏的动态性质呢 往往是外节奏 外节奏就是竖的规定性 你比如说 一个作品可以分成几个等分 一支学奏曲 它分成几个部分 一首诗歌 它有什么格式 应该怎么来写 怎么压匀 那么这些东西呢 就是对那个作品的连续性进行处理 使这个连续性有个先后的顺序 这就是作品的骨架 是把内容去掉以后的骨架 如几个部分几个段落等 这种叫做作品的外部的节奏 这种作品的外节奏的表达 永远不是整个作品的全部 这只是作品的格式 一般写篇论文都有论文的格式 写部学奏曲都有学奏曲的格式 但是作品还有它的内节奏 作品的内节奏是指它被强调的部分 你比如说 那个节奏模式的第二个特征 就是体现重硬的交替 四分之二拍 四分之三拍 探格舞 文八小步舞曲 还有修植 这些也是一种节奏 但这个节奏主要是体现 什么地方该强调 什么地方不该强调 这是作品的内节奏 那么经过这样处理好的作品 它往往还能够建立一种主题 叫做作品 有的作品没主题 有的作品是有主题的 首先我们来说 是不是一切作品必须要有主题 音乐被整理成曲调 装饰被整理成图案 这种自律性 足以使你被整理的东西成为审美对象 因为它具有感性 凡是有感性的东西 它作为审美对象 它是自给自足的 感性获得以后 就可以成为审美对象 就具有了审美对象的确实性 和表现力 如果把装饰成 装饰被整理成图案 音乐被整理成曲调了以后 它本身就是具有审美 就是审美对象 这个时候可以具有感性 而没有主题 你比如说 蓝宝石红玫瑰 装饰图案 这些东西没主题 但是它具有感染力 它是审美对象 但是它没主题 你不能说这个装饰图案有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但是好看 所以好看和有意识 这就是有主题和没主题之间的区别 你说我把那个石头 弄成一个装饰图案 什么意思 没意思 但是它是不是审美对象呢 它是审美对象 为什么呢 好看 你弄了一个很好看的东西 但是没主题 正像一朵花 好看 一块蓝宝石 红宝石好看 但是它不一定有主题 那么这样一些东西 它那个 是一种只有感性而无主题的东西 另一种东西呢 它具有意识的暗示的主题 而没有明确的主题 你比如说无标题的音乐 你比如说风景画 它没有主题 但是它有暗和这某种意识性 风景画 你不知道它描写什么 或者说无标题音乐 你不知道它要讲什么 但是你听了以后 自然会感受到 它是有意识的 这个有意识 但是它没标明主题 这种情况呢 叫做具有意志 暗示的主题 而没有明确的主题 还有一种情况 是它具有理想性 抽象性 和情感性的主题 而没有实体性的主题 你比如说朦胧诗 抽象画 这个呢 具有一种理想性 抽象性和情感性的主题 但是没有实体性的主题 还有一种东西呢 它可以有实体性的主题 比如小说论文 一篇那个社会科学论文 这种东西呢 都是很明确的 都是属于具有实在性的主题的东西 那么不管你是审美对象也好 你是有感性的 而无主题 还是有意志的暗示主题 还是有抽象的情感主题 还是具有实在性的主题呢 我们都说 我们都说主题 作为一种东西 是客观存在的 这就是说 为什么要有个主题呢 因为主题 就是要突出一种意象的作用 什么东西都有一个意象 有具备一个方向性 具有意象 这就是主题呢 具有一个意象的作用 可以有一种主题 叫做在线性的主题 在在线的 模仿的层次上 来表现出一种意志 意见的意志 指挥的意志 模仿和在线事件 在线对象 这就是说模仿 那么在线对象 在审美对象中 应该占多少比重呢 你比如说 我们如果去 那个描绘一朵花 我们去描绘一种大海 甚至我们用文字去 写一个事件 我们去那个 淋没一个人体 我们去那个 在线某种经验 这些都是在线性的主题 那么我们去比较一下 故事 歌剧 交响曲 我们就感到 在线性的主题呢 它只是我们 所有主题的一个部分 而不是所有部分 那么艺术品呢 它也有在线性 一幅画 它应该在多少程度 是在线生活的真实 而一篇小说 它又应该在 多大的程度上 来体现生活的真实 而一首诗歌呢 它又应该在 多少的程度上 去体现真实 那么音乐呢 史学作品呢 可见各种不同的类别 它对于在线性的主题的 含量是不同的 你很难用音乐 去直接地去表现一个事件 当然也有这种作品 比如说有一个作品 叫1893年 是不是 那不就是一个音乐吗 一首音乐吗 但是往往不这么做 往往不是用音乐 去表现事件的 这就在线性的主题 那么一种浅的浮雕 浅浮雕呢 一般有在线性的主题 我们去看浅浮雕 那个人民英雄 纪念碑上的那些浮雕 它一般的有一种在线主题 而建筑音乐 它有没有在线主题 一直是一个争论问题 因为建筑太实用 音乐太抽象 而语言性的艺术 比如说散文小说 和一篇史学论文 它的主题呢 它的意志功能 是不能被撤销的 因为它里面就是 假如你的史学作品 离开了再现 你不然过去发生什么事 说清楚 那你就不是史学作品 我们简直无法想象 一篇小说和一篇史学论文 可以什么也不说 那么模仿部分 绘画呢 有的时候可以达到很精确 那把它模仿得很精确 音乐呢 可以暗示到最为细微的地步 而史学作品呢 它是把什么 它是把在线看得很重要 所以呢 刚才我们所说的呢 叫做在线性的主题 然后我们要说的 第二种主题呢 叫做意义性的主题 意义性的主题呢 往往不仅是在线 而主要是表现 意义性的主题呢 它是一种表现性的主题 它只在建立理想 意义 价值判断 或者在象征方面 具有某种意志 你比如说 蒙娜丽莎的微笑 这个微笑究竟指什么 你就想 它肯定不是就这么笑过善了 蒙娜丽莎的微笑指什么 梵高的星星和象归指什么 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 指的是田园呢 这个田园两个字又是指什么 那么那个里面有没有风鸣 有没有鸟叫呢 梵高的那幅农妇 可能比拿破仑更伟大 贝加索的和平格 可能比路易十三的誓言更重要 所以这样一种东西呢 它主要是表现性 表现性的 它主要是一种意义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在线 而是表现 不是模仿 而是在理想意义上建立主题 意义性的主题呢 有时是不明确的 比较模糊的 甚至是无穷无尽的 它和史学作品的 在线性主题却不一样 前者啊 史学作品力求做到明确 因为你搞的是影射史学 那肯定大家是不接受的 你明明是写篇史学论文 实际上你是要影射什么东西 叫影射史学 那人们是不接受的 人们希望历史学就是 要达到很精确的在线性 然后再建立意义主题 来表现人的理想看法和价值评判 但是人们对历史学这种要求 并不是说人们对艺术作品的这种要求 有的艺术家啊 没有人叫他一定要像历史学那么来进行 他就自己把自己弄成一个历史学家 而忘记自己的艺术家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两种主题 一种是在线性的主题 一种是意义性的主题 我们接下来来说的是表现 表现 表现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表现是构成作品的深度和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 表现干嘛呢 表现主要是突出一种意义性的主题 你比如说你画一朵花 向日葵 你通过花朵 你要表现的是疯狂 你去表写一件历史事件 你要表现的却是人类的错误 艺术作品呢 往往可以用加法和减法 来突出它的表现力的 但是史学作品呢 它却不能用歪曲原型的模型手段 来表现意义性主题 因为史学作品必须说 这件事发生过 它才能说发生过 它不能去说一朵花 就是用一朵花去表现疯狂 它没法做这样的事 但是艺术是可以做的 艺术作品可以通过一朵向日葵 来表现出人类的疯狂 那么这种表现是什么意思呢 主要是要表现出生活中的某种哲学的意义 比如说生 死 存在 生命 此岸 彼岸 人间 天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个艺术家就等于是哲学家 所以当一个艺术家 努力去表现终极问题的时候 他去探讨 他通过艺术作品去探讨生死 存在和生命 天地人神的时候 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 艺术家和哲学家兑换了位置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史学的作品 我们的艺术作品呢 他呢有的时候呢 也具有那个在 农知识 理论 理想一路 有的时候他什么都有 他既有在线性的成分 又有表现性的成分 既有那个 既有那种 那个在线性的主题 也有意义性的主题 那么所有的这一些呢 就使得我们呢 变得把作品呢 搞得非常的复杂 那么为什么要谈 这么一些问题呢 主要就是我们要说明呢 那个进入专业化以后 带来的困扰 是不是 我们所以我们在以前讲课的时候 我们经常这样说 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那个自然人是自由的 是吧 文化人是什么 很难自由的 自由人才是自由的 那么怎么叫做自然人才是 自由人才是自由的呢 就是他已经把这么一些东西 完全化为他自己 而他自己又正是标准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文化人了 他是一个自由人了 所以天下哪一个阶段是最痛苦的 就是当学生的阶段是最痛苦的 是不是 不痛苦啊 学生当然有其他的事情 比如吃饭啊 比如要谈朋友啊 比如高兴啊 看到天上白云蓝天疯狂啊 这是你的问题 但是学生就是要把所有的教条 所有的这些原则规则灌输给你 那个时候呢 要把你从一个孕育者训练成一个专业者 所以学生总是身上背负着两个负担 一个呢 自己觉得自己在斩禁 一个呢 被大家骂成他是学员派 是不是 这学员派实际上是个贬义词 自从中世纪的经验哲学被批判以后 学院派实际上也是被人批判的 但是这一个呢 作为学生呢 这一个阶段就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呢 他要被人 加上很多种要求 训练 格式 他甚至本来跳舞就是自然在大自然下跳舞 然后现在他跳舞要被规定着的来跳舞 是不是 他转这个圈告诉他是三百多少度 他不能转过分的 所以呢 我们就说呢 在这个时期上呢 他最不自由的 但是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的好处 就是他把一种业余的一种艺术 变成了纯艺术 变成了专业化的艺术 用一种清晰的语言 一种优化了的选择过的材料 建立了一种主题 从而呢 使他的作品 或者了一般其他的物品 所不具备的感染力 同时具有很丰富的情感 那么这样一种作品呢 就有别于业余的一些作品 有别于其他的一种材料训练出来的东西 那么我们从这么一些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我们现在的那个作品呢 实际上只是我们所有的流传的 那个文化中的一个部分 而不是全部 那么我们现在的文化角度来说呢 具有什么东西呢 首先呢我们可以说 有一种东西叫做精英的文化 所谓精英文化 无非就是自学院派处理出来的文化 我就是自学院派处理的文化 我就是自学院派处理的文化 自己的人派处理的文化